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那么厉害吗 对的 我们道场讲的法 真的 这个不是我们道场 这是佛法 佛说的 说这种法拿出来 真正的能要纵成受益 数不胜数 不是假的 说我们道场 离苦解脱的人 可不光是病苦啊 辛苦的人 深苦的人 什么没有钱苦的人 贫穷苦的人 都是人里解脱 为什么佛法包罗万象 教化各个群体 佛敢说 九法界的众生 结因我的法 教化 离苦 解脱 受益 必然是有结果的 没有结果 不是网语吗 所以说 这个问题啊 告诉大家 当这样的灾难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必然要接受 这是一种方式啊 说利用佛法 说还有一种方式 干啥 改变它 这个必然是下策 而你死了之后啊 你能很好来平复你的心 不起心 不动念 不痛苦 不悲哀 但是在没死之前呢 咱们教给大家 改变一下 既然您那么爱你的儿女 咱不让她死行不行 对啊 说那咋能改变不死啊 能啊 佛法怎么能不 怎么会不能呢 教给你啊 说 每个人都要祭福 当你的儿女 别等她死亡突然出现的时候 你祭福 教给你的儿女祭福 拜她们修行 每天诵经回向 无始节的冤情在桌 按我说的那种 自重回向 基本上都能恶缘转善 告诉你 你一颗真诚心的信 你会改变一切 贫穿的人 贫穷的人 你会富贵 丑陋的人 你会美貌 年长的人 你会年轻 瘦短的人 你会长寿 求不得的人 你会求得 有人不理解 是那样吗 是啊 真实实在在的问题啊 说 我们那个居士没来 我不提名 讲一下那个居士的事 行吗 行吧 是吧 那个居士加一段啊 这个没讲完 讲一个真实的事 来不来都没关系啊 咱们讲事 大家受一下教育 是吧 我上一节课的时候啊 咱们通过居士 介绍一对夫妇来见我 说他很苦难 16岁的孩子 就辍学近两年 不上学了 而且这个孩子 又特别的忤逆他的父母 不听话 不是一般的忤逆 相当的忤逆 甚至都拿到拼了 叫化不了他的儿女 但是他的父母 都是很有学问 也是一个有地位的人 但是为什么不能叫化你的儿女 苦呗 这种苦就是啊 求不得的苦 这种儿女来到你面前了 母亲 真是泪流满面啊 不能教育他的孩子 父亲也是 什么天天的心痛啊 不能教育他的儿女 最后通过善之志 带到我面前 我用了小半天的时间 说真的 哪一个苦难众生来到我面前 我都是用心去慈悲他 真的拿心做 愿他们离苦 解脱呀 没有分别 后来我就跟他谈 谈了将近少半天的时间 我说这也不是一件坏事 可能因为这个姻缘 你们才能记到佛门 因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领导常的 什么人们说那种党员之类的 不信 为什么佛法看不见呢 和我一样 摸不见 看不见 打死也不信 都这会儿了 刚强纵生啊 后来 我说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我说但是你们要修起来 就非常快 你们这么有知识 有学问 有地位 这是你们古史节的福报 你们的资量这么好 你要信起佛来 非常之快 这资量在呀 不像我们 有的人修难 为啥 古史节 善根福德 因缘浅薄 福德资量太少 贫穷苦楚报 病苦灾难报 最后护佛门 这个就叫啥 资量太少 福德浅薄之人 修起佛类 比较艰难 说现代的 有学问的人 当官有权 有势 有钱财的人 他们是无始别的 大福报 他们要进到佛门 相当之快 资量不一样啊 后来我做了好多好多的开设 然后他们就走了 三天后的时候 孩子突然找到爸爸说 爸爸我要上学 确实听起来啊 真的很人节 当居士跟我说的时候 给我兴奋的 哎呀真是不得了 说这么人间难以解决的一种苦啊 孩子也苦 他不上学 颠倒了 白天睡觉 晚上上网吧 上一宿网吧 白天早上起来回来睡觉 你看颠倒了 还得朝父母要钱 赶紧上网吧 父母都苦在这里头 不能解脱 这个时候也就告诉人们 金钱 权力 荣华 富贵 都不能阻止业力 这个家庭这么好 解决不了自己事 最后来到我们到场 三天后的时候 现在孩子已经上学了 从上周到现在 一星期的时间 是不是佛法太神奇啊 百度可思议啊 所以买一个苦难众生 他们解脱的时候 都无比的欢喜 能说欢喜吗 我们小万天的时间开始 应该说 有形的我们能看得见 最起码是三人的解脱吧 因为孩子过了近两年时间的不是正常人所过的生活 他的内心也一定很苦楚 必然的 虽然他小 他远离了同龄人的生活 他每天泡在网吧里 还张手要父母的钱 他心里一定也不好受 必然的 十六岁的孩子也不是很小 说怎么要父母的钱 你怎么做呢 父母是怎么心爱你的 你是怎么忤逆父母的 我想他的心也是痛的 再看这个母亲和这个父亲 儿女这样啊 他们天天的心痛啊 他能接接吗 他不能啊 这种苦 谁不希望 你的儿女成龙成凤啊 但是他能成不能成啊 多少是个夜阴果报的牵连 他不成 气子脸 你怎么办 说这种苦 能在我们道场得以解脱呀 真的我们说 一次次告诉大家 福恩真的浩荡 不是假的 说这个孩子能离苦 我们都无比的欢喜 我们见人也说 这谁谁离苦吗 确实啊 说我们这种说 是为解脱人的欢喜啊 是为弘扬佛法 再重宣传 告诉人们 佛法能解人间 整整的苦啊 真是不去 一个个事实 在我们道场论证啊 说可能连家长 都没有想到是吧 说这么几天的时间 他为什么改变呢 是因为你相信了吧 是因为你你这个忏悔了 你有一念的信 父母能跟进也能非常好 所以解脱的事实告诉人们 除了戏佛再也没有选择了 所以你再有金钱 名利与荣华 是不是不能解苦啊 不能啊 永远都不能 所以这个事实 就摆了我们一星期的时间 太神奇 就连我听到 我都感觉不可思议 真的 因为我见到的苦难 众生太多 就是 所以啊 我们说 这个孩子 就是这个母亲啊 在 我们任何一个 但愿这个法 能教导我们任何一个人 无论年轻与年长的 说年长的人 你已经经历了 宋儿女的这个悲剧 你要好好用佛法 平复你的心 说年轻人 我没有这种经历 我还没有结婚 但是你也要有 什么调整这个心态的这种资料 来好好处备 当一切面临的时候 你要会 那刚才我们讲说 改变啊 又讲没了 说这个孩子 刚才讲的 不上学的孩子 是不是因为他的信佛 而改变呢 是的 说所有的人 都要从开始就信佛 不要等到过来 说每天都诵经 回向缘请在路 自然就会恶缘转战 有了善缘 人就很自在 你的亲属也是一样 说度谁呢 你也得度你的眷属啊 哎 你的眷属 早早的就亡去了 跟你也有关系 因为你们毕竟沾亲带故啊 你说想不忧劳你的心 也不可能 只是忧劳的多余少的问题 说种种的求不得 都会改变 会这么用心去信啊 但是有的居住说 那我也信了 我怎么还没改变呢 不用说 你的性根一定没有结果 说是系非信 信心是是吧 你当然不行了 说你性根好的 你一面的信 都不可思议 受益都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我们教给大家 人人的佛法 量你自己 你就会解决一切一切的病苦灾难 这是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呀 你看啊 这也是他几世前的一个冤情在着 他说呀 这个女 这个福体的这个女的 他姓孙 孙举生啊 他说 在有一事的时候 他是一个 就像一个官员 是一个官员 在战争的时候 他是统领的 统领战争 说出毛化色的 都是他 完了这个冤情 战主说呢 我是他手下的一员大将啊 我忠心耿耿的为他做事 但是他陷害了我 在战场上被砍了头了 他就上身了 哎呀 这家是这个折腾啊 凭什么 他凭什么陷害我 从这个法当中呢 他说啊 说我尽心尽力地为他做 他让我上马 我上马 我是忠心耿耿的一员大将 被他无辜杀害 今日我要来讨罪里命债 看一看 他一个人身上 就会带着这么多的冤情在着 说人为什么不解脱 业力赶着 这个女同志 好像从不大的时候就开始 众生铺贴 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这么折腾的 多少个人积在着 所以现在呀 我们要告诉众生 这个法也重要 做人呢 要忠厚老实 用人呢 要凭良心 不可瞧觉 不可陷害 他这里面就存在这个 一定是有什么之争 然后 有利害 有利 有利益之争 或者有名利之争 他才做了最终的陷害 导致了他今生 冤情再终的到来 所以我们教给大家 依佛所说的 用世界话说 凭良心 任何一件事 你都不要枉语 伪心而做 你做出任何一件事的时候 必然要有过吧 善恶清白 当初 如果人人都要懂戏佛 无论做哪一件事 他都不会 唯一背他的眼睛 为什么呢 他明以识过的 他懂得果报的严重 说有一丝的品尝 都会得一丝的果报 他怎么会陷害呢 说这个时候啊 我们现代人 虽然没有战场可却 但是呢 在做人做事的时候 一定要忠诚老实 对待任何一个人 都要大悲心 依佛的教会去做 没有佛的教会 众生 没有几个不罪恶的 说有的人说 废人可奸的 告诉你啊 不是啥好事 你奸井 你可别诈啊 你要又奸又诈 跟你说 必然是果报 哎 这就是奸诈的果报 这么忠心耿耿的人 最后他们卡了头 结了这么神的愿 为什么我们说 末法纵生 无比的贪婪与罪恶 我们就说经商的人啊 奸诈 无商不奸 无奸不商 能不得果吗 你天天算计怎么挣钱 你就不算计这果报 这还得了 我们修行人就不一样 他每天算计的都是 我怎么去利益别人 我怎么做才不得果报 一个血腥之简 一个不尽之财啊 给我都不要 你看 这凡夫与圣贱 有了截然不同的差别 果报当然不一样 说 无辜被害的人 他指的是战场 现在人也不少 我们曾经 在有一次 观音过的时候 好像我讲过一次 给人做伪证的人 谁干的啊 你赶紧生不必的忏悔 当人们打官司的时候 让你出伪证 你就出了 这就叫伪背良心啊 献取他人 他说没事 要我签个字 你知道吗 你这一字之签啊 你就是助到恶严 本来就是假的 你签的字可是真的 以假换真的 我看你背一背音过 有的人说我唱呢 你唱到没有啊 说明有一次 就是说 说他做了伪证 他不承认 我没做伪证 说不对 你绝对做了伪证 后来他讲了 他说呀 我们单位有个领导 和某某人有这个 这个不正常的 这种男女关键 被别人给举报 当派出所调查 来问我的时候 我说没有 你看 自己对上号了 做没做伪证 做了 说那咋说呀 第一你是得 是不是得戒恶 断恶呀 说你实在要装罪 老好人啊 你说这事啊 我不了解 我不敢说 因为你没亲自看见 是吧 没抓到 那咱就不说行吗 但是你不能给人 作证说没有 说我说句没有 就不是假的吗 那当然了 因为他真有啊 你做了伪证啊 因为你 你说完之后 人家是来财政的 你不知道和没有 完全不一样 不知道就是因为 这件事你没有见到事实 你无从说起 没有就是他没做 你怎么能不背过呢 这也叫过报啊 对呀 说这能不给你过吗 你说谎啊 做了伪证 献诀 这叫不叫献诀 这叫伪证 所以说 在对自己号的时候 我讲这个事 你们大家 对 谁平时说话 比较伪逆良心呢 这不是对这儿的 非得这么说 是那样 是个偏连 那样说 这也不行 这也有兴趣啊 说有的人 特别是 愿意造口语的人 用我的话说 那个嘴比较拧人的 那个人 很厉害的啊 说没理念 变三分的人呢 口语啊 你好好查 说再说 可能说了 他可厉害了 不是啥好事啊 你说 说多不如说少 说少不如不说呀 最后你说多了 你哪句话说 说你就半夜 你知不知道 你不能光看 有形众生 你还得看无形啊 还有无形众生呢 你 怎么说呢 你教了有形 你得罪了无形 所以怎么办呢 不说呗 说咋出口啊 你像 一个众生福体 我们友人居士就说了 得了 你必听他说了 什么众生福体 那就是黄皮子 告诉你 结缘 这得结缘 说人家无形众生 上来讨债 要你这一句话 给整个人了 你说吧 冤心在主的业力不散 他没解决问题 是不是旧业未了 新业又来了 口业呀 我们再三告诉大家 一定要注意这口业 说你就像说 这个被杀的这个官员 他一定是听了残言的 什么人给他残言 因为他那么踪迹 他一员打将 他不会平白不过去 斩他的头啊 毕竟用 命过世间人说 小人才尽残言 就这意思 用佛法的话说是罪恶才有残言 少论他人是非 多观自己 反观内照 援用自己好了 至于我们说 有些事你知道 你说 不知道咱不说 说有一天啊 有个局势 咱谈谈这事啊 写个条子 说呀 我讲的 我讲的因果 这个 怎么说的 是偏的 说 绕佛是浪费时间 念佛是偷鸡取脚 说我说的 我啥前说了呀 我光天中 哪一段讲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说你这个话 能说出来 咱们 对 还说 师父没人见过 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说 说我说 我讲法偏提 说他有师父 没人见 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怎么怎么样 说对这问题啊 就是说老师 你别说 我想给大家点法 让你们少遭夜呀 说说吧 慈为一切众生 你不要这样说 说如果没有师父 众多的人 离苦 为什么 一个个限制因果 真实不虚啊 苦 师父的观 苦那众生的论证 这法哪来的 天下掉下来的 不可能啊 说没有师父 他怎么会没师父呢 那么多人的离苦啊 他们站在死亡线上 经过师父观完之后 告他什么样的果报 经过师父的指点 他离苦了 那没师父 这咋个事啊 你这话是不是网说了 你三年前来到我们道场 师父公开观影过 就住着过年 干啥你俯报 师父说的 这个法能被众生 所认可 所接受 有众多人的离苦 我就隐居了 人家讲的是法 救度的是苦难众生 没求金钱与名利 所以他隐居了 是这么隐居的 我们讲的法 叫化有形无形啊 谁听了斗兽业 你怎么能提出 这样的问题啊 第二 你是没有看过 我讲的法 你说盲听盲进 偏听偏进 说这两种人 你都没有资格提这个问题 你不知道 第一你不能说 你对不了解的事 你说你是王远 第二 既然您看了光年 能提出这么偏激的问题 您一定不是修行人 做人都做得不好 说这么好的法 给了法界众生 多少个人的离苦解脱呀 事实的论证啊 这是佛法呀 不是我赵老师编出来的 说你能提出 这么荒谬的问题啊 你说害人是害几的 我想肯定是害你 看过我光年的人 他不会这么想 他知道师父的大悲心 大愿力 师父的大力 难为众生祝愿 老师的大悲心 我们到场所有 工作人员的大悲心 能利于你们啊 你们都应该赶 那见与不见有什么呀 说佛我们还是没见着 我们是见到释迦如来了 我们还是见到阿弥陀佛了 我们谁也没见着啊 我们还批了命的修呢 我们还一心一意的信呢 不就这个意思吗 在意的是你的信根呢 修的是你的 什么深情情 咱别管谁和谁了 有法就好吧 所以说每个人都平衡好你的心 修不是在别人 是在你自己 就说你见过一千尊活佛 不等于你成就 还要知道这个道理 你走遍千山万一世 你还是你啊 佛还是佛呀 咋能成就修吧 不是建议的问题啊 劝劝大家 别浪费您宝贵的时间 一世的设身呢 千载难逢 无时间轮回 才有一次的人生可得呀 好好珍惜 你设身的不灭 你还有机会修行啊 还有机会忏悔业障 咱别往上挪呀 我们再讲修行人啊 说你看过老师的光碟 你在这里离苦 解脱 受益 如果您能再想这个问题 你必然有果报 干啥 你狐疑不信呗 你证了狐疑的音 你就要得狐疑的果报 说狐狂早就轮出来了 特别是披毛败甲的狐疑 得狐疑报啊 所以我讲的这块 也是教化我们修行人 你别狐疑 你得没得法 是不是得了 哎 您那个小脸雀黑的 病苦灾难 来到这里您漂亮啊 你原来腿胳膊都疼 浑身都痛 现在你浑身轻飘飘的自在了 你有种种的苦不解啊 现在 有了我们的因果法 你心不苦了 你的身自在了 你能老变少了是吧 从相望上看 从哪一点看 你从迷惑到颠倒到觉悟了 你破了无名了 有一分的授意 你都不疑惑呀 能不能跟我学啊 我信佛 我从未疑惑过师父 我从未疑惑过佛 所以说 我有的果报 都是实实在在的果报 因为我没种的因吧 我所想的每一件事 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非常的真实的学 为啥 我做的都是真实的因员 得了真实的回报 说谁无疑呢 我希望你们能好好摘回叶长 我不希望 在我们道场 得法修行的人 你还待业修行 实在话告诉你们 你们就像我的父母 就像我的倦主 就像我的儿女 我会慈悲每一个人 让你们不待业 能清静心地往生希望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你别这边受着意义 那边还嘴歪歪 这边还得了法 那边心歪歪 你难不得报啊 最后你眼睛闭上的时候 落入胡黄道了 最后变成胡活心了 那啥你前世 学佛法修行 你还胡疑不信 纵间的来 所以你不能胡疑啊 你不要怀疑老师 不要怀疑师父 如果没有这法码来的 那如果没有那意思 就说无情那意思 我是师父啊 哎呦我巴得我是师父 就是我要有这么大神童 往那儿一坐 哎呀真好 就不是这么点人了 是不是呢 你说人越多 我越欢喜 那我能有这么大神童救苦呢 我咋不欢喜呢 我捞一个是一个 我天天捞 我年年捞 我越越捞 我捞什么是谁 那不是这样的 众生得理解呀 说你必连修待造呢 说你闭着眼瞎 就每天不知道呢 来不及是不是 哎 在我们道场得法的人 特别是我们本地的君子 西府啊 我们每一天都有 那么多外地的君子 千里求法 在这里啊 每天都有 看看他们多可怜啊 你们本乡本土的天使 地利人和呀 可不能连修待造啊 这种狐疑的果报 必然堕入狐狂 批谋代价 无时节偿还 不能啊 真的 我们道场听法的人 落下哪一个 我都会心疼的 这么好的法 给你们 你们再下去啊 谁的错呀 是不是老师 讲得不到对呀 这种果 这种法没给你们啊 今天给你们啊 一定不要胡言 真诚心地去相见 我们有的居士说 老师您太实在了 谁说的啥你都信呢 对呀 世间法 初世间法 我都信 我说了 有的时候跟我们居士说 我说居士啊 您的欺言 在我这都善 为啥我没当你是情骗过 你说到我有一句话 我都认为是真的 我真这么想 我也真这么做 其实有的人 跟我说的话 是不是假的呢 有啊 有假的 但是我不认为它是假的 我就拿它当真的 我就不信 这个假的之后 换不回你那真的 拿真的换假的 能不能换过的 我要换你 说什么什么事 什么什么 听得其中有假的 我也装它是真的 我也帮它是真的 我不信你一次的欺骗 你次次的欺骗 不可能吧 当你用假心 换了一颗真心的时候 你自己就惭愧了 哎呀 我这个是假的 我没想到 我能换了这么真的一颗心 我就不相信 下次你还假 换行不行吗 要真要假 所以每一个人 你们都不要 纵狐疑的名 最后你才没有 狐疑的果报 说方方面面 来圆容你自己 佛的办法 就是圆容法 最后才能 圆容到西方 说哪一个法 众生都要 都需要的 说这一块 我想通过 今天的讲解 媚狐疑的人 你别生狐疑的心 已经狐疑的人 拆回你狐疑的果报 交给你 这样拆 狐疑的人不少 虽然我在这儿做 但是 我应该猜得到 没有通 猜呀 对呀 说 我确实 这个罪恶众生 刚讲话 老师说的没有错 我在这里 有一丝一行的受益 我都不该疑惑 今天我明立了 为我的疑惑 生无比的惭愧心 忏惠心 从最后 我不疑惑 我以真诚心 来对待每一件事 但愿我的真心 忏惠 能消减野账 去捡 狐疑的人太多 为什么呢 也很难怪 因为每个人 都想攀起来 当您攀不上的时候 难免你会疑惑不屑 说当您摸不上 你摸不到的时候 也难免 所以说 错了每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繁复众生 没有不错的 只要我们能知错就改 知恶断恶 知罪 忏悔 这个就好办 佛在讲法的时候 也告诉众生 说有两种人 难能可贵 犹如昙 昙花一现 这两种人呢 第一 是只善不恶的人 一见恶事 也不做的人 哪有啊 第二呢 是知罪就能忏悔 永不复躁的人啊 这么两种人 犹如昙花一现 非常之稀少 但是我现在讲经过了 我希望我们到场的人 听我讲解的人 都能做到一种 最后这种 知罪柴惟 永不复躁的人 你也一定会往生极乐 按我说的 篡围种种业障 消减啊 永不复躁 能不成就吗 还是讲 孙居士的 众生福体的这种现象 当我们这个光碟 出来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以 大悲心 怜悯心 去来看这个光碟 能认真对待 我对他众生福体的讲解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 大仙的表现 有的人不理解 说众生福体就是大仙 有的是 有的不是 不是的呢 就是冤心在主 来讨在 是的呢 就是说 先众 迷惑颠倒 分分福体 要修功雷德 不一样 说福体 有种种的福体现象 也就是随着我们 现实因果的讲解 真正的去揭开 这个宇宙真相 看看福体 都有哪一些现象 为什么福体 要揭开这个迷雾给大家 现在福体的众生 特别多 大仙也遍地开花 有人说 我有神通 他有神通 有神通的人 也遍地开花 说会观因果 有的是啊 刚才咱们有个居士说 说有个某某 某某人 他说他会观因果 其实 真正会观因果的人 他不说他会观因果 实话告诉你 说你会观吗 不会 会他都不敢说 干啥追求神通 太严重了 像我们师父观因果 早就吓跑了 谈不起吧 不会观因果的人 就说了 哎呀 我会观因果 你看 你会观啥呀 说你前世怎么回事 你前世怎么回事 咱别说前世 咱来点今世的 说你今世都照啥业了 得啥报了 说说看 你要说得准 你要说得对 那你就是真神通 说你前世是个啥 他前世是个啥 我告诉你骗人的 你千万不要信 大仙那点神通啊 一个表层的东西 解决不了生老病死 拖不进你的无名 还能跟你忙也忙倒 倒迷惑了 因为他观的不对呀 所以你能有五眼六通 这就行 不然的话 你不要信好了啊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浮体 一会儿给大家讲 这个很真实 不是某个人的炒作 不是某个人的弄虚作假 那纵生突然他就上身了 折腾死去活来 再辩证说 没有一个人愿意纵生浮体 谁愿意招那种罪呀 是不是 但是他偏偏浮体 这必然是果报 所以认真对待我们道场 制作出来的满意张光碟 我们后期出的节啊 有不少是众生浮体 有一个先证 有几个先证上来说话呢 大家都乐 其中就有一位居士 就不理解 说你们乐什么呀 你们都以热闹的心看 你们能受益吗 他的提醒很好 他说老师啊 你在讲解的时候 因为我对每一张片子 要进行评论讲解 他说你要跟大家说说 不要以其他的心 看热闹的心 世纪非信的心 疑惑的心来看这个片子 真要生大悲心 想一想末法 有设身纵生的苦报 想一想冤心在主 着急解脱 冤冤相报的 这种情况 都要这么看 你就会真正的对号入座 你那场受益啊 别看笑话啊 我们的众生浮体 大家很愿意看 这家乐乐够呛 你收获没有啊 当这一张光碟看完之后 你一定要有所收获 你就是真看 欢喜不反对 但是得法可别忘啊 看完了一遍乐够呛呢 说明啥了 你也不知道 啥也没证明 这不假 说在我们欢喜的同时 别忘了上里面去找法呀 对自己的号 拿一些精良的东西 来充实你的修行路 你才能不断的增长你的资良 来圆容你的佛道 这是必然的 所有的片子都是法 只是说法法不一样 法法不同啊 不要认为说 这个我看看不就浮体吗 不对 我们前几章除的都是仙道的众生 迷惑颠倒 伏体与人坐大仙 修功雷德 我们今天讲的伏体 就是冤亲载主的事件 而且有种种的伏体现象 还是不一样的 要这么对待啊 然后啊 他这个载主下去之后呢 又来一位冤亲载主 这个冤亲载主呢 是一条蛇 是他爸爸杀的蛇 大家注意听 他父亲杀了蛇 然后上他女儿身上去讨战 按理说是不应该对吧 谁的因谁的果 但是这条蛇说了 我上他女儿身 我使劲捣捣他 看一看他是怎么杀我的 我让他亲眼看一看 他的女儿是怎么着罪的 你看 形成了一个负在子环的关键 这是变幻莫测的业因果报啊 所以告诉人们不杀生 你不得果 不等于你的儿女不得果报啊 要这么看 说这个蛇上来就说 我好好让他爸爸看看 他当初是怎么杀我的 我让他女儿是怎么着罪的 眼睁睁看着他 这就设计 还是设计到佛法呀 如果人们早一天信佛 懂得雌金不杀 别说杀蛇 却连家里养的众生女都不杀 不养不杀不食 就没有杀生之夜报 所以我们讲法的时候 告诉大家 要从根本上来断除 众生的罪业根源 断一切恶 包括杀到银王教 所以这条蛇上来 也没倾倒等等 不知道刚才我们看没看到 这个片子 所以说他就讲 一个杀的果报 负在子环的果报 我们要以仁义为鉴 说每一个人 都能断自己的欲望 然后教化你的儿女 就不存在这个现象 断什么欲望 断口欲呗 人们说不吃 不行啊 口欲知府 你看 现在果报来的时候 吓死人不杀 你还吃不吃了 不杀不吃了 等下问你吃不吃了 我再也不吃了 就得给你吓成这样了 看你的女儿折腾的 上下翻滚 你还敢不敢吃哦 咱别说打了 别说傻了 吃你都不敢吃了 所以说我们说 活生生的事实 才能教化 刚强不化的众生 不然的话 人们永远都不认可 我们也曾经见过 不信佛的人 他对杀生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那哪能不吃呢 那如果不吃的话 生态就不平衡了 那个众生多了 人就少了 最后那个动物就吃人了 那能不吃吗 他是这么论的 他和佛法有了一个天壤之别 佛就告诉人们 众生是平等的 无始节你也做那畜生 今天你才得人身 今天是个人身 修得不好 没吃五戒 你直接就像神 神恶道 三散道 你都上不去 为啥 你没修五戒 十善呢 所以说 三恶道的时候 你也照样轮车 畜生 然后是你吃我 我吃你 冤一猿下报 转回来了 说世间人 不认识佛法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不造业的 说再好的人 他修的最高的境界就是 天了 三散道 天人 阿修罗道 以及人道 三个散道 是多善少恶的人 所有的去错 不如佛说了 佛告诉我们 大善大侧大卧 最后才是西方净脱 还是有差别 所以在杀生的问题上 我们现在的人 要正确认识 不要认识说 哎呀我杀了 反正我孩子也没杀 上那得报啊 也不好说 这种负债子环的现象 我们也见过一些 负债子环 所以这是一条蛇 最后啊 别是最后 后来呢 他又上了一条狗 这一条狗上来之后说 我也是他爸爸杀的 哎我要揪他的心呢 我就折腾他女儿 让他爹眼巴巴看着他 看看他是怎么傻声的 他女儿是怎么得报的 哎呀 这折腾的不得了 这个呀 跟刚才那个一样 还是负债子环 所以我们说 想让你不得报 想让你的女儿 儿女们平安快乐 你们是不是吃的时候 嘴巴软一点 买的时候手也软一点 哎 省些代业深重啊 不报你还报儿女啊 是不是啊 所以在吃肉杀生的这个时候 人人都生大悲心 来 杀和食 都想到 他就是你的父母 被你冬冬煮 煎炸 他就是你的儿女 在锅里 炒呢 能不能吃 我想你就不会吃 是实在不断 不断口语的人啊 您不要介意 我是告诉大家 断育的一种方式 当你显到这个时候 你一看他就想 他是我的父母 说我不想父母 那想你的兄弟姐妹行吧 说我还没结婚呢 那咱不想儿女 说结婚的人就想 他是你的儿女啊 谁忍心来吃你的儿女 哪有一个儿女还吃父母 你怎么想 你都会断这口语 生这个大悲心 这个就好办了 所以 一只狗 一条狗又杀了 这个狗下去之后啊 还有那么多 狐狂长蟒 你说 最是热闹他这块啊 说你们干啥呀 他说了 哎呀 都那么高层次的修行人都来了 那我们差啥呀 你看 他迷惑颠倒的进来了 不用说 他一定是看大仙搬堂子了 搬出来的仙吧 所有的病苦 都是冤亲在主的事件 讨在的来了 结果纵生呢 迷惑颠倒就看大仙 大仙就误以为 冤亲在主是仙 完就开始搬堂口 用世间人的话 叫搬杆子是吧 对搬 搬的这些胡黄仙啊 觉得他们修了点道啊 他们要想出来修工了 有得个长资粮 误闯 进来了 冤亲在主这账还没了呢 仙家又来了 你说就是一锅粥啊 说我们 那个有一天 才把一个大仙啊 那仙说了 弟子迷惑 我也迷惑 都迷惑 最后都啥 一窝酱子 我们听起来乐得不行 可不都迷惑了吧 都成酱子了 不是啊 说 凡夫迷惑 搬杆子 先中迷惑 立堂子 干啥 我要 救苦救纳 迷惑 家电道 所以这个时候 冤亲在主的问题没有解决 先中的出现 先中 第一它是待业 然后入到每个凡夫身上 凡夫待业 然后又给凡夫去阻止业力 你是业力滚业力 是越滚越大 怎么不解脱的 我们那么多 最苦的众生 看大仙 上寺院 修中工 每条路走的都不对 一律的迷惑颠倒 所以在我们几十 近百一百多点的 读个小时里头 都讲这些个迷惑颠倒的现象 告诉人们 说不能解脱呀 说怎么解脱呀 不造呗 自然解脱法就是不造 说谁想离病苦 谁想求什么 得什么 我们上午也告诉你了吧 就是信佛 啥招没有 你信好了 那家里掉黄金吗 咋不掉呢 告诉你不看大仙 你少花钱 省些钱 那是不是黄金呢 你天天信的邪指邪剑 好几万都看他 看入邪剑了 如果你要信了佛 你要不花那些个钱 入邪剑 建塔造庙 供养 烧大宝 写幅破棺 看大仙 立堂子 那钱全上去了 是不是黄金呢 是宝贝 这人们没有佛法 才这么迷惑颠倒 钱一件正事不干 所以 他这个也和众多的迷惑 先众一样 纷纷入铁 说胡黄长莽 我们都来了 我们也开始来干什么呀 来人间作乱是吧 罪苦纵生已经罪恶的不行了 他们杀到银王酒 贪嗔 吃蔓矣 罪恶 累累 再加上先中的迷惑颠倒 入铁 可就乱了 整个 咱别说世界也差不多了吧 咱就说大仙这件事 哪没有 你说吧 这些年我们讲法的地方也很多 所到之处 大仙一片一片 都成患了 人们害在里迷惑呢 害在里颠倒 迷惑加迷惑 你是怎么办呢 仇人呢 也但愿我们这些 无形众生的表法 真正的能教化 人类教化先中 教化冤亲在主 先中干啥呀 你别迷惑颠倒了 你该哪修哪修去 别纷纷入铁 在众生身上 这阴阳两界 你会待业 冤亲在主怎么办呢 得佛法的善缘 在佛门中修行 了断仇怨 不再渊源相报 凡夫怎么办呢 经过你一条迷惑 颠倒 最苦的人生路 你要有所总结呗 总结你过去 所走的路 哪里错了 生忏悔心 断恶 崇善 这就是真正的解脱之法呀 都是从这条路里出来的 你不能往这里认识 永远都迷惑 所以说先中的颠倒 和凡夫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凡夫早一天觉悟 不去看仙 对他身上的无形众生 能正确对待 如理如法的 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出现不了后天 正为先家入体的现象 我们告诉大家 说冤心在主啊 如理如法 欠的嘛 先中来了就是罪恶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场的人 还有哪位家里供的庞子 没有骄的 保家仙的 我还是尝尝劝呢 不厌其烦的劝 赶紧拿出来 人先两条路 空间不对 不拿出来会障碍有形无形 就是你沉沦的因 这是不是静因 是眼因啊 一定要拿出来 有的有一天 一个居士跟我说 说那仙家不能拿走啊 要拿走他家里他就有病 这事我也讲过几次了 这事还屡见不鲜呢 我们就这么一遍遍讲解 苦口婆心 怎么还有那么多迷惑的人呢 你为什么还不觉呀 都啥时候了 为您助援呢 你欠的这个债 猫起来不还是吧 仙家给你打 最后 你们同累同夺 一个不带剩下的 都是地狱的因 仙家阻止业劣 受你香火 保你平安是吧 他迷惑点脑吧 然后你呢 冤亲债主所欠的债 不能偿还 生生世世 互迁 互跺 都是这条路啊 欠债干啥 还钱呢 永不复造 解脱的因呢 往这里都走啊 谁的仙不送出来 我们无数次讲了啊 今天也讲 因为今天也有些 新来的局势 希望你们认真对待 清静 是清静你的身心 才有清静的修行地 最后才有清静的佛陀 可以去啊 你自身不清静 不行啊 所以这时候的胡黄长毛 也觉悟了 最后他说 说呀 我们要解脱 你说但是还有那么多人 没看到光碟啊 还有那么多人 先众还迷惑呀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我们到场讲 这个现世英国 真的着急弘扬 说咋那么着急呢 那么多迷惑吧 那么多先众与人 他们还在颠倒 没有这个光碟 他们不能解脱 找不到路啊 迷惑了 所以这是个问题啊